美國總統拜登 11日去到亞靈頓國家公務 參加退伍軍人節的幾點活動 並且向場面在那裡的無名烈士獻花 但在他自上花圈之後 竟然當場在台上迷路 他先是退後幾步 之後轉過身 又重複雙同的動作 之後一個儀隊士兵 尷尬地用手 只向副總統賀錦麗 拜登先走到他身邊 所有目睹一切的人 包括賀錦麗 和五軍人事務部長 麥克多諾在內 似乎都含入尷尬 而在影片曝光之後 拜登的糊塗行為 再度引起在野黨的批評